可以设定一些目标 150便做事 你便不要沽得上150 你便不要沽得太狠 但你买商便不允许市场票资上 Hello 大家好 来到TRIFT TALK的时间 今天我们很开心请来华夏基金香港的Chris 以及智库Eric在这里 我们今天说了什么 我们可以冲出国际 冲出国际当然冲出国际 还留在这里吗 看完市政府股 我不知道大家的反应 我不敢乱说 没有什么特别 我有看 一路做事就一路看看 但我只是看到点数不一半 不要紧要的 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带来一些其他地区的产品 是吗?Chris 我们会说日本和欧洲 是吗? 是的 我们看到港股前排比较低迷 大家对港股的兴趣不太多 但是除了港股之外 其实全球也有很多东西买 美股现在就在高位了 所以你就不会特别说美股 但是日本和欧洲这两个地区 这两个国家 有比较多的投资机会 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下 里面的经济是怎样的 里面有什么可以买 或者大家买的话要注意什么 没错 我想日本大家很多都去过旅行 应该是那边shopping 香港人放假就回向下 我本来不是 但见到欧洲跌到这样 就变成我香港人 好像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 又回到五个月 所以我们看回来的经济 即是货币政策 是否都令外资投资在日本一个重要因素呢? 其实自从巴菲特投资五大商社之后 陆续越来越多外资参加日本市场 是不是都准备了 我们看经济再慢慢 帮大家收窄的范围 去看相关的产品怎样部署 好 先交给Chris 是的 如果日本的话 如果是看其实股票市场 从13年开始到现在 其实一直创新高 虽然前段日经是上到 32500点 现在就有回调 但是回调通常都是 外国投资者由6月份开始买 就开始有些资金流出 但是其实如果看整个经济面来说 日本经济相对于美国或中国的话 就会更健康 这幅图就是说日本的CPI 为什么CPI会那么重要呢? 其实他在13年安倍日上场 之前日本二三十年都通缩的 他就要逆转这个势头 希望将日本长期的通胀变为2% 如果他达到了2%的话 其实这个是证明了股市 证明了经济开始健康之余 是有增长 有动力的话 整个日本股市 都会有很多外资 会比较上追捧的市场 之后我们也留意着核心的CPI 因为最近我看到 刚刚日本公布了的 无论是整体的通胀数字 还是核心的通胀数字 都增幅有放缓的迹象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 所以令到日元又继续扁下去 因为可能会觉得 货币政策是否也要维持 并续扁地宽松呢? 但最近又怕去到150 或者去到去年低位的时候 多拉耶拿 是否有去到干预的时刻呢? 请问Eric的意见 你看到一个鹰派的央海行长 直前河南上场之后 大家以为他变鹰了 但一个鹰派的行长 放了甲出来 说不要紧 我们也继续维持货币宽松 但其实今年也令到很多大行失望 一直都说货币政策将会转向 所以令到日元方面 刚才你说的多了 日元方面是150 试试这些位置 大家在等待 对港质5.2 刚才是这些水位 大家打算唱定些 但唱来唱去都还有一跌 140一直唱到150 130、140、150 我们一直在捞底捞到150 都仍在这跌 但开始有点变化 到了150的时间 前两个星期 150一碰一碰就立即大受干预 即是怀疑干预 当然大家都不乘惊 也没有否认 但突然间我买款150 立即冲回到146、147 150似乎是他们的一个境界线 之前也跟耶伦都说了 都容许你们自己的政策 即是美国都可以 绿灯可以给你干预 始终来说 如果日元一直用它 无限贬值的话 你知道风险在哪里 因为始终来说 日本是一个 进口国家 当然出口有很多手大成本 进口就是能源 出口就是一些消费品 高科技 但尤其是环球的情况 能源的价格持续上升 尤其是中东也是 如果日元一直下跌的话 其实它的入口成本相对上都大增 亦都令到通胀方面有个上升 刚才也提到通胀 的确实日本是宁愿通胀 通缩了二十多三年 现在肯定是不怕通胀 我觉得日本根本就不怕通胀 它宁愿你通胀 因为通缩大家都说了多次 和我们做了很多次节目 都说通缩的风险在哪里 你一直缩就一直不买 好像迟早也觉得 不知香港很满为这样 但如果一路的东西 一路是便宜的 你肯定不买的 其实令到需求又少了 供应也少了 其实对地方经济一定是差了 但现在日本似乎有一个 扭转的状况出来 所以刚才你问的问题 它有动机的 它没有什么动机 将它突然炒回到一零一百楼上 肯定是有得理的 但你再跌又不行 再升也未必代表 所以现在可能可以设定一些 这些目标 可能是150便做事 你便不要沽上150 即是你没有沽得这么狠 但你买了箱 我又不让你买市场 调置上去 直到很多大行都说 明年财政方面 对利率方面 与亿客方面 可能是在下年会会改变 所以来说 其实日宣与日本市场 可能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但记住一件事 当日宣与有个转变 全球金融是一个极大的风险 因为日宣与全地球 基本上没有息的 就是只有日宣的 大量的杠杆是在做了 我自己觉得日本央行不愿意在这些情况下 在市场没有预备的情况下 立即将货币政策改变 一改变就想到 如果日元是突然要回息的时间 大家还日元和全球资金 立即还日元 还日元的时间美股所有风险都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美国、日本 有这么大的央行要沟通 起码要等投资者有一个心理准备 才慢慢将货币政策转向 起码令到全世界的货币 或者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不会出现很大的震荡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日元方面值得留意 当然日本股票市场就是了 日元跌就升了 日元跌就跌了 大家这方面可以提醒 可能稍后可以再说 没错 我见Chris也很好 准备了一个汇率方面的图表 我见到市场上做NetShot是有道理的 你见到好像点了这么久 就算有很多不同的出口水 如何干预也好 很快都是下跌的 第一次又下跌的 又难怪市场上是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 如果是看股图的话 其实刚刚是150 其实150有境界线 其实不单是央行 其实日本央行 就是150以上 就有机会 现在还在出口述 但是他都说明150以上 就是会有一个干预的行为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股图红色线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148开始 其实投资者就开始从买 就是从沽日圆变成沽USD 所以其实我们这幅图 从资金流角度 或者从一个政策的角度来看 其实都是很明显看到150 其实是会到顶位 其实如果从通胀来看 日本央行就不希望是进口型通胀 因为这个只会增加日本的成本 但是他希望的就是 希望日本人民的薪酬上升 而带动消费 而消费带动了就会引起通胀 这个就是日本央行所见到的 但是这个的循环 现在这个的良性循环还未开始 所以现在说逆转的话 现在还是比较早的时间 所以预期是很多不同的大行都说 其实是下年第一个季度才会开始逆转 今年会出现逆转的政策 也不会机会率不太大 所以现在投资日本市场 也未必会有一个很大的逆风 没错 因为其实日本企业也在最近说 加人工就说 正如我们很熟悉的UNIQLO那些就是 我知你准备了一个 在日本核心的CPI数据的情况 刚才显示那张CPI就是包括能源 如果撇除能源才是他们最想要那种核心通胀 扣除能源、食品等 这个图表很好 看到是由22年4月开始由负转正 应该是要看多持续一段时间 就是持续升下去 起码增速不要像现在这样放缓 要继续向上升 他们才会考虑去改变他们的货币政策的方向 是 如果这幅图的话就是看不同的sector的通胀 第一幅图其实是中位数 央行做决定的话 都是会看 因为CPI的构成有很多不同的区别 很多不同的行业 如果是要看中位数 才证明整个经济是符合到预期 而且如果是看这幅图的话 距离2%现在还未到 但要到了一段时间才会确认 到了通胀了 现在开始不需要这么宽松的政策 可以收紧 但是这两幅图的证明就是 其实现在距离的目标 或者是他们长期的目标 其实还是一些遥远的 所以现在还是会继续在一个 宽松的政策的环境之下 是的 就是看经济 就不单止现在日圆 我们说是去旅行 不单单靠旅游业来支撑住 希望是其他那些行业 例如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补贴 例如是半导体等等 这些都看到日本经济 是否都有机会 透过这些国策 他们的政策来推动 所以我们应该去多望这个市场 我想有很多东西 刚才说的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似乎现在很多人都将 日本方面和过往中国有一个比较 过往来说是迷失二三十年 很多人都将它开始第一只脚 就叫做踏出来了 但反过来中国就开始第一只脚踏入 迷失二三十年 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最主要原因 我想是你见到一件事 巴菲特就似乎看到这个情况出现了 早几年就已经大举买入了一些 不大商市 所以说这是第一步 这是一些海外的资本 开始投入股票市场 当然股票市场轻旷又不代表 像刚才你所说的可以带动消费 可以带动人工未必得 但是我想是第一步 那你先是巴菲特载 但是你其实看到 日本政府方面都做了很多事情 譬如说你现在手上方面 开始做的就是 譬如说之前鼓励一些企业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为何股市会升 主要是因为有个企业改革 或者是股票市场制度开始改变 就是鼓励你 不是的 你日本股市很多股票 在用大量的现金 但是反过来你的pbook只有0.6倍 0.5倍的pbook 在那里就要改革 很多公司 譬如说有些公司上 有大量回购 大量回购 现金回购 然后便利用小股东 它做了很多这个 甚至乎会派息 其实你开始在股票市场 开始改革 这里有一部份做了 未来会不会做得更多 相信大部份可以做到 甚至乎有些公司 直接买4分1 就是用钱买4分1 自己回购 这部份可以做到 即是说其实它很有potential 第二就是说 刚才我们也说到 你的芯片方面 日本你想想 第一个成功 或者整个世界 哪个科技是最强的 现在当然是美国 日本其实是1970年代 这些时间已经做芯片 但是问题是 你之前停了一段时间 迷失了 但是现在你见到 早前日本政府就说 我要重新 起动做芯片的计划 一个这样有基础的地方 要做芯片 又有美国的帮助 又有韩国的帮助 又有台湾的帮助 它本身的底部已经够了 你做了多快 所以你就在红本搞芯片厂 所以你叫做芯片科技本身 它已经有了 你再加上股市场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国防 其实如果大家有一件事 可能不留意就是国防的问题 国防现在你叫做 重工业的 升得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国防方面 其实已经有一个计划 是开放了很多 是 或者是做什么 做一些艦艇 坦克 这些全部都要降铁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也知道 重工业其实不仅仅是重工 其实后面会有大量的科技 和一些劳动力 一些轻工业 全部都要配合 所以你国防预算 一开绿灯的话 有危机那么存在的话 其实你各行各业都会上升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巴菲特也会看重一点 就是军事方面 大家不可以轻视日本的实力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环球现在的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日本的确确是一个比较 虽然也是那句 要先带回头盔 升得这么多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比较在区内来说 今年我也未说 一定是全球十大升幅的地方 是 我觉得是 有这样的背景的情况下 经济背景的状况下 似乎是资金今年流出某一些地方 而流入某一些地方的情况下 刺烧比掌 你已经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趁低吸纳 当然了 现在慢慢我回答不了 但是你似乎是一个趁低吸纳的地方 没错 刚才国防预算 因为日本也公布了三年 他们的经济方向 其中提到国防将会翻倍 支出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半导体 台积电也会在日本设创 做完之后都会出口 增加这方面 而且日本也有不少半导体 在相关的地方 那麦前也有说佳能 他会很厉害 未来有个印压的技术 去挑战台积电的2纳米 所以从基本经济的质地 加上现在的市场 就是东郊所有 刚才Eric提到 要加大回购 提高股息率 来增加投资者的兴趣的话 这段时间应该是比较多人去转市 是吗? 是的 如果是说资金流 其实是从五月份开始 我们用我们公司的ETF 做一个例子 其实五月份开始一直有流入 但见过之前 股市就32,500点开始回调 其实回调之后 反而投资者就有一个 趁低吸力的现象 所以是回调了大概6%左右 资金开始买 那是哪一类型的投资者买呢? 刚才Eric也说是刺销给奖 我们公司的A股产品 没有什么日常买 现在就是将A股退出来 开始买日本股市 其实除了日本股市之外 他们都会买日本或者欧洲 反而美国就因为上半年买了很多 所以下半年就不觉有 特别的资金流的现象 虽然现在就是说日本股市 已经升了很多 但是如果是说MXC在日本 其实现在的市盈率 都只是大约16倍 16倍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互心300都13倍 但是大家经常说A股很便宜 但现在也13倍 但是日本股市升了这么多 就是16倍 所以虽然升了很多 但是从股值来说 都不是特别贵 反而现在又有这么多 宏观的数据去助力 所以这是确定性比较大的市场 不如集中谈谈这款ETF产品 好吗? 看下来部署 Erik帮我们看看 首先我觉得美金对冲是很需要的 因为我最近看很多外国企业 他们有在日本做一些销售的时候 如果不做Hedge的话 其实在日本的收入增长率 可以相差浮动和固定汇率比较 可以相差10个百分点 其实是不知10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整美元对冲 其实从16年到现在 其实日本的日圆都持续贬值 所以美元对冲的意思就是 我们买日本股票 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日本股票 我们的股票持仓 因为计算是用日圆 我们每个月月底 会做相对上的美元对冲 所以虽然日圆跌 我们这支3160就不会有影响了 其实我们的类比就是 巴菲特去买日本股票 也是借日圆去买日本股票的 那你借日圆还日圆 所以美元怎样升怎样跌 都是跟巴菲特没有关 但是投资者借日圆就比较难 所以其实我们这里 帮大家做美元对冲的话 这支ETF就可以很简单的 去解决这件事了 而且我们3160这支 也是全国唯一一支的 日本股票ETF 而且做美元对冲 现在刚刚所说的 日圆也贬值 你又不知道贬值到何时 所以150是境界线 但是你不会说 又不知道央行怎么改变 所以其实做完美元对冲的话 其实汇率是省了风险 这个反正成本也是我们做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360 现在投资者大概 AUM年初是4亿港元左右 但今年已经突破了24亿 所以投资者今年唯一一个 真量的市场 反而是日本股票ETF ETF 也一定留意着 入面的持仓股份 和分布是什么行业 都比较多元化 是的 我们最大就是丰田 土耗茶 这个是持有超过5% 如果是十大持仓的话 全日本最大的半路体公司 其实都是入面的 其余就是日本很大型的公司 譬如三菱、日立和东京电子 都入面的 如果是说巴菲特的五大商社 都是我们投资之一 但不是十大券重 所以没有列出来 这只日本股票ETF 大概买了230只以上的股票 所以都包含了整个日本股票市场 如果计MXCI 相对上日经指数和topics 可以分散一点 而MXCI的指标比较国际认可 所以投资者在外国买日本股票 首先都会减少股票去买 根据思路去整个ETF Ellen对于行业的分布有什么看法 其实大部分的名字大家都知道 丰田我近期都比较喜欢它 因为我有留意他们自己的企业文化 因为刚才说到日本公司除了提升他们的RE之外 企业文化有很大的转变 也是吸引外资的因素 就是进军电动车市场等等 其他那些除了做他们的市场之外 也是本身有做国际环球的生意 这也是吸引外资或投资者关注的地方 我认为十大持仓也是普遍大家熟悉的 我想纯粹百分比不同 封田当然受为汽车的Yen方面跌到这样的出口 一定受到很大的帮助 反而我觉得问题不大 比如ETF和基金 其实他们很少选择一些很偏满或者很浪费的 基本上如果你查询指数的话 基本上你要买到很小的也很难的 所以我认为对投资者的风险 反而不是这么大 而且你不是买个股 你买ETF是买一个男子的股票 买个股有一个重量的小度 但你买这个一男子的股票 即是ETF这一类来说 其实风险也不是太大 反而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决定买不买 其实真的要看各个地方 经济行不行 上的我觉得你整体也会上的 不过上得快点上得慢点 但由于一男子 你总有得快点也得慢点 除非你这么聪明自己 只是单买一只 那你未必会中的 也很难买 所以如果你要看好日本的股票市场 我觉得这一类的ETF 其实问题应该不大 因为Game公司都会帮你选择最好的出来 你刚才也说 从经济的层面 也有潜力在这 如果选择股方面 你们每半年都会调整一次 我们只会选择流动性大 和规模大的公司 其实不是我们选择的 因为能进入MSCI指数 也是有一定的标准 所以我们尽可能选择大包围的股票 但我们也不会选择太偏门 每半年一次 就可以确保不会有一只股票 突然升很多或者跌很多 而影响权重的问题 大家想了解什么参与 或者想了解更多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们 我们事不宜迟 时间有限都去下一个市场 刚才说Erik 看经济居多 另一个想说欧洲 现在经济很麻烦 尤其是製造业 尤其是德国 已经进入了衰退 汽车的销程也不太好 另一方面 我反而喜欢一些奢侈品 以及最近减肥药也很厉害 我刚刚看了IMF的报告 其实日本跌出了GDP三大 因为它用美元计算 因为日圆跌得很厉害 但如果说撇除这一样 其实日本仍然是三大 反而跌回来只有下一个 就是进了三甲之内 因为汇水的问题是没有办法 但是否代表欧洲的经济 当然了 整体来说的通胀似乎 开始有一个滑落的情况 这个情况的通胀 所以欧洲央行利率方面的进取性 进一步加息的力度 可能未必会这么严峻 少少比较少 美国不是的 美国昨晚公布的数据也吓了你 全部回复50流上 重返扩障 所以你看到欧洲不是的 因为始终欧洲的风险就是这么多个国家 和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所以欧洲我个人觉得 比较难 尤其是德国方面 你说车是否和内地的BYD有得比较 我们的BYD有多厉害 你看到公布业绩之后 未来的进口出口市场有多厉害 你又要面对刚刚我们说完日本的风险 所以你说德国方面 我认为车是否真的可以 我有个问候 当然你刚才说的车市品 那些 我觉得你这个是很depend的 因为车市品是一个比较Niche的市场 经济好不好可能未必会太受影响 但始终来说如果车市品 例如LMHR的公布业 我们看到的增长 尤其是内地的增长也吓死你了 尤其是优衣库 如果你比较优衣库 人家增长百分之二十多 你只剩下中国市场百分之一 就是代表什么呢 某些市场的消费率又开始降低 所以如果他们太依赖某一个单一市场 而这个单一市场开始看到GDP 不应该这么说 GDP是正在升 是 疑似正在升 但问题就是 如果是有一个货缓的风险的话 那你欧洲方面 尤其是买车市品 例如买车的意大利 买袋的八角 当然了 贵车的意大利 德国那些就是中中停停 中高价 超贵的意大利车 但如果这些市场没有了 那你就会出现风险了 所以我觉得欧洲比起日本 刚才好像我们所说 欧洲的不可预测性比较大 而且始终你记住一样东西 还未打完 是 这一段时间大家去了以下 你现在去了以色列和中东 其实是八加焦点 但你不要忘记 现在俄乌还在打 打到怎么样 不知道 这一样还入冬天然气 好像忘记去年也知道多惨 通胀天然气 但是今年是怎么样 很大的不明测因素存在 所以来说 如果你比较起的话 刚才好像风险低一点 都是头盔 趁低钱买 所以来说 我自己觉得 你几点买 你各自理 但如果你说 从经济面看 好像欧洲受影响的风险因素 比日本多 是否因为这样 所以我看到欧股由高位都回了不少 其实是 如果是计算去年 大家经常听到欧洲股市创新高 其实去年投资者的hedge fund 做一个trade 就是沽美元买欧螺 原因是觉得美国会进入衰退 欧洲可以避免衰退 但是现在去年底了 就开始调转 其实结果就是欧洲进入衰退 但美国现在衰退的 都还未开始 讨论美国衰退 这个话题都已经开始结束了 所以其实现在欧罗上就是这么弱 如果你看看 但是欧洲肌肉差 这个也是我们同意的 但是如果你计算整个MSC 和欧洲的市盈率 都是11倍左右 这个其实你比中国更便宜的话 即是比中国的指数的话 这个会是一个 大家是不买港股 亦不买欧 又不买A股的话 大家就选择市场去买的话 美股现在很高 但是欧洲和日本可以选择 而且今天会说欧洲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其实最近 我们的欧WETM 其实是有不同的国际投资者 就开始是 因为已经是一直处于低迷 如果看这幅图的话 就从今年年中开始 就开始沽欧洲ETF 但是今年开始就 那些钱回来 不单止我们3.65%看到 其实看到是 美国上市的欧洲ETF 也有正流入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转机 大家是趁低吸纳的时机 如果是从国际投资者 资金流的一个策略来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否因为觉得 他们可能会暂停价值 甚至通常一想 衰退 然后马上要减息 是否因为这种感觉 有什么看法 我想都有一定的关系 始终来说 你高息也不利投资 如果说一不可以 那你会减息 资金自然会 很明显都会流入资产市场股市 房地产等 所以我觉得 提早部署 也是一个合适的情况 虽然你说经济不行 但是你也知道 似乎 我也信资金流 我经常都看资金流 因为基本上是大户 看不到的东西 我刚才看的那些 都放在上面 报告一旬就写在上面 所以来说相对上 你会比较 如果你从资金流向面来看 我觉得你不妨可以试一试 但是当然资金流 可以是快可以慢 如果你说整体的情况 我觉得欧洲 你还要留意一多一件事 就是地缘正义风 相对上是会比其他地区高 如果资金不行 突然间你发觉 可能我遲些找Chris上来 再说欧洲 突然间你会看到 开始减走人家的钱 你便知道原来资金是快出快入 这方面你也要注意 Chris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最近资金流递之间 大家重新去关注欧洲市场 货币政策 以及欧洲的走势方面有关 其实我们就和退职讨论 我们觉得他们正在做交易 通常是现在人们做的 就是沽NASDA去买DOW中信 因为NASDA今年已经升了很多 但是DOW中信 其实是没有升 所以就做交易 那他估NASDA可以买DOW中信 亦都会选一些 今年以来是升幅比较低的市场 这个是我们听他这么说 我们觉得他是在做这方面的交易 但是因为相对上A股和欧洲 A股里面的风险还很大 A股出了这么多政策 还未有一个逆专性的反弹 所以其实在国际投资者来说 那些钱是在8月份入了A股 但入了之后就没有入没有出 但是他们还在等待的机会 但是欧洲一直以来都是去年沽很多 所以今年就看到这个市场就开始回调 所以就买回去了 我见有观众的留言都说 德国的车股跌到股值很低 觉得已经有很多反应了 都有兴趣 不如我们先去看看相关EDF的内容 好啊 我们这款EDF也是用MSCI的指数 亦都是到了美元对冲 这个对冲是难度高一点 因为日本是一个货币 但欧洲又有欧罗又有英镑 所以这个是难度高一点的 但是我们管理费也是收同一个管理费 但是里面就有一只 有几只股票大家可以留意着 其实今年的热点 无论是大陆香港还是美国 其实都是炒减肥药 美国就炒利来 但是有一只就是洛和洛特 这家公司也是做减肥药的 它和里来的产品 其实都是在市场上有竞争性的 所以MVMH本来是我们十大持仓的 一个最大拳通股 它也是跑赢了MVMH 成为全国欧洲最大市场的公司 这个是 用这个做例子 就是大家如果去买欧洲市场的话 也可以去我们官网看 在这个欧洲ETF里面 有什么持仓 有什么可以选择 还有我们这个名字就是 欧洲优势股票 就加入了一个比较上 特别一点的技巧 就是用一个Smart Beta 我们就选择正常买MSCI 欧洲的股票 但是我们从MSCI欧洲里面 我们还会根据它的盈利的状况 跟据它的业绩表现去选择一些 从这个指数里面 再选择一些更好表现的公司 所以这个也是 应该是全亚洲唯一一种 是用了Smart Beta去做的欧洲ETF 事实证明用了这个技术之后 其实是会跑赢整个欧洲股市 所以这个就是选择 优中选优的一个方法 是否跟MSCI欧洲高品质公司指数 是 本来MSCI有个MSCI欧洲 我们就从MSCI欧洲里面 再选择一些高品质公司的投资 OK 减肥药我最近也有些研究 不过太贵了 所以我用不起 你休息而已 我见过成分股里面 因为除了减肥药、LVMH和ASML 虽然最近有些中美之间的晶片禁力 令到它跌了、回了不少 但这些都是优质股 因为太龙头和垄断 至少环球的技术是最强的 我看回成分股也OK 我想贊成你所说的 刚才Chris也说了 MSCI入入MSCI不会是很小的 我们一向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是龙头股的话 其实是真的没问题 因为GAM经理选择股 他也不可以偏离太远 如果不是这样 你如何查看你的前纪 如果你太个人化的话 当然又好又不好 你很聪明的 你当然可以大幅派用MSCI 如果你出事的话 你就会真的出事了 所以客户的钱也不可能乱作 所以有好处就是MSCI 帮你选择了 GAM经理当然会在比重上 比重上可能会有改变 但基本上股票的内容 也不会偏离太远 所以可以保障一些 所以我也是重新一句 你是看地区行不行 如果你说地区跟刚才的资金流入一样 你那些地区升得太多 他就走 那就去回落后 那些地区跌得太多 譬如欧洲 就算经济好像开始回落 大家都知道 经济是有一个领先的 股票是会领先经济的 其实代表股票领先经济 就是说 其实之前的人已经沽了股票 经济现在开始下跌 我们看到的 就是现在摆出来的经济 好像不行 但其实之前的人 就是大户 你看到之前已经一早走了 当我们真的看到不行 那些钱你看到 现在又开始进去了 其实会不会反映 就是说经济已经开始见底 因为股票已经下跌了 所以就有大户开始吸纳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分别 所以如果你说 是相信一个资金流入 相信这些资金流入 是一个很短线的 就是炒股 但我又觉得 如果你买得这些ETF 或者买得基金 他又不会真的 贪玩什么 今天买 下个星期沽 我觉得不会 相对上也可能是中长期的资金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资金流入 比较明显的状况的话 就是说大户也会比较看好 这个地区少少 或者是身低吸纳 所以理论上也应该是安全的 当然了 你再想分散风险 那你就再做好资金调配 你不要把所有资金 我买了一只欧洲 那你可能帮衬买 买刚才那只日本 那你买两只 那你就起码可以分散到自己的风险 不过部署上就是 日本那个 你刚才也说 等它回回一点 我看到有观众留言说 今年回报挺好 而且他很开心 收到牌食 多谢你们 而欧洲那个 我想补充一下 现在大户正在进入 我们可不可以跟机 大户也看到刚刚开始进入 也不是说进入了很久 等它持续 刚才你看到图 你看到图是 一夜飙 一夜飙 你刚刚一夜飙上去 你不要飙到别人跌下来 那一刻就会放 而且你看 跌下来大户也不是一下减绑 它也要经过一段长时间 大户入货 不是一下就完全进入 所以我买股票的中指也是 你相信就立刻买 否则的话就不要等到 别人每个人都买完的时间 你才冲去买 那你就真是接火棒 没错 所以紧贴着我们chip talk 就有好处 因为我们会定期 帮大家 筛选不同的市场 投资机会 和部署方面是怎样的 投资涉及风险 所以如果大家对刚才那两只etf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官网 那里了解清楚 有没有补充 OK 多谢两位 Chris和Eric的分析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大家欢迎留言 对刚才那两只产品有什么问题 想了解更多的 可以留言 我也会发送个短信给两位 去解答给大家 还有还未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也马上订阅我们 我们下次的chip talk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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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